欢迎大家回到五线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凯里彻底彻底的失败了 凯里虽然没有做国会议员了 他没有做部长了 但是我们知道凯里还给马来西亚留下一个很重要的法案 叫做一代人禁烟 就是2007年之后的人就不可以吸烟了 叫做禁烟世代或者戒烟世代的法案 这是一个很好的法案 总之过了30年50年之后 这个烟正在马来西亚彻彻底底的消失 整个国家不会再看见有人吸烟 但是昨天卫生部提成了一个新的法案 新的卫生部长提成新的法案 就把凯里的禁烟世代彻底的废除了 彻底的取消了 改成了未成年 就是18岁以下不可以吸烟 他的那个禁烟世代呢 就彻彻底底的消失了 所以这个凯里在大马政坛的这个影响力呢 也彻彻底底的就此消失 其实呢 凯里呢 他一直有一个争议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那种同流合物 因为很多人呢 认为呢 凯里也是属于那种贪污的人嘛 所以我个人就不太认同咯 因为从他搞禁烟世代 你就可以看得出嘛 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做一个政客呢 你是不可以搞这种事情的 因为你看老马为了损票啊 他可以 那个面子呢 可以完全不要啊 讲到多多没有面子 多丢脸的话 祖宗 他把自己的老马 把自己的祖宗卖到干干净净呢 他都可以 他就是为了那个损票 凯里呢 你都不知道 那个燕民有多少 凯里为什么上次大损输掉 是燕的人不投票给他吗 所以政治人物呢 怎么可以放假的过错 再来呢 那个烟草公司呢 卖烟卖电子烟的 那些是金主的 那些是大财团的 大公司的 你要玩政治 你就要他们支持你了 他们不支持你了 你怎样玩 不支持你还好 在背后搞你一脚呢 就像凯里这样子下台 下到灰头土脸 是不是 所以凯里不适合做政治 他还是适合做DJ 做主持人 更好对不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对凯里来讲呢 真的是一个彻底彻底的失败的一天 他在大马政坛的最后的影响力呢 也已经彻底的消失 非常的悲伤 所以这个马来西亚呢 就决定不改革了 决定呢 继续呢 让人民吸烟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 金烟世代 开始复众 然后新的法令呢 会涵盖那个电子烟 电子烟会 纳入那个监管当中 所以卫生部给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 这个金烟世代呢 是抵触了 马来西亚的宪法 除非你先改宪法 先改宪法 才能够呢 做这个金烟世代的这个条纹 所以 改成了18岁以下 所以 不可以看见中学生吸烟 小孩子不可以吸烟 中学生不可以吸烟 但是呢 18岁以后呢 他过了生日呢 他就可以吸烟了 所以呢 这个烟呢 将永远无法呢 在大马呢 被废除 反而他改成了这个卫生部长认为呢 未成年金烟呢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你从小不吸烟呢 他到大了呢 才去吸烟呢 什么或者是说 大人吸烟呢 就不会受到干扰这样子 所以他撤回了这个这个 金烟世代之后呢 这个烟草公司的股票呢 自然大涨咯 所以凯蒂就讲说 你们赢咯 所以你做政治呢 是不可以这样子的 做政治让你可以得罪老板 得罪金主 你得罪这个行业 你得罪烟草公司 今天呢 没有给烟草公司弄死 算差不多了 还可以自由自在 还可以在那边天天做DJ 做节目 烟草公司没有弄死他就好了 跟你讲了 这个烟草公司那里可以得罪的 是不是 所以政治呢 真的是不是这么容易的 所以 人家都讲了 他因为凯蒂的这种经验呢 太过激进的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实现的 好 所以三个臭皮匠胜胜过诸葛亮 那 所以 其实反对凯蒂 反对凯蒂 近年时代有四个人 其中一个不能讲 但是你看了这三个人呢 你就知道了 如果连这三个人都反对呢 那么凯蒂的这个 这个 政策的一定是失败的 你会想象不到啊 不是那些不可以穿短裤啊 那个一服多妻子啊 晒太阳啊 喝开水啊 不是那些人啊 而是呢 张庆幸啊 张庆幸是反对到最激烈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们 你们无法想象的这个哈纳佑 哈纳佑是很虔诚很虔诚很虔诚的基督徒啊 你无法相信呢 他也反对了 然后再来呢 就是这个法律部长 这个阿萨莉娜啊 法律部长呢 也是所有部长里面呢 最正常最有作为的一个 然后法律部长阿萨莉娜反对 然后张庆幸呢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张庆幸也反对 这个哈纳佑呢 是最让人惊讶的反对 这三个反对呢 凯蒂的这个法案呢 肯定是吃完蛋了 因为主要呢 就是违宪 最后一个大老板呢 不可以讲 但是大家 他心里也猜到呢 应该会是谁的哈 所以呢 这颗烟草在马来西亚呢 并没有消失的 所以你问我个人来讲呢 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反对吸烟的 但我看到吸烟的人呢 我是很不高兴的 因为差不多20年前呢 我是收到严重的二手烟啊 吸了很严重的二手烟啊 那个20年前的后遗症呢 到了今天呢 都还没有好知道吗 最少要30年呢 那个二手烟留下的那个后遗症呢 才会好啊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啊 所以是你看一辈子 受到那个害啊 以前呢 我家乡有一个校长呢 哇 那个校长一天一包啊 后来一天两包啊 后来他老婆生了孩子嘛 那个baby嘛 他一天还是吸两包 他的baby就这样子 啊啊 吸了二手烟 等下baby那也能够打汗 就这样子了 所以从此之后呢 这个校长呢 就一辈子禁烟 他从一一天吸两包 吸到他baby走了 啊 所以呢 他就一辈子禁烟 因为 其实 不是说去反对你们吸烟 问题是 那个二手烟 你们产生出来的二手烟呢 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啊 你在没有人的地方呢 或者一个吸烟区呢 没有人的地方呢 你怎么吸呢 那个是向法赋予你的人存嘛 啊 但是呢 你在别人面前吸呢 你在一大堆人面前吸呢 啊 这个你会对所有的人呢 造成伤害 因为我们做人呢 我们活在世界上呢 我们不要做呢 伤害别人的东西 啊 你不要整天弄一些东西呢 去伤害别人 去得罪 啊 人生 就是呢 不在地球上呢 得罪任何 得罪任何东西啊 得罪任何人 得罪任何动物 得罪什么 什么啦 啊 这样子才是一个叫做圆满的人生嘛 是不是啊 如果你在地球上呢 你一直就要去伤害这个 伤害那个 得罪这个 得罪那个呢 这样的人生呢 真的不是一个满意的人生 OK 啊 所以呢 进阳世代呢 就彻底的 结束了 所以50年后呢 你们还是看见了 马来西亚伊朗还是有人吸烟 所以呢 这个政府呢 完全没有做到这个改革 啊 所以 真的不知道啦 啊 啊 除非凯里做首相啊 凯里做不到首相啊 那 因为政治人物呢 不可以去得罪损票 不可以去得罪金主嘛 他这种得罪损票 得罪金主的人呢 他怎么可能呢 成为未来的大马首相啊 对不对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看见今天时代的彻底的失败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